在大西洋有一个苦壁的小岛 这里的岛民一辈子只能吃沙丁鱼 为了增添风味 他们把沙丁鱼烤着吃 煎着吃 煮着吃 风干吃 做糖吃 炸成汁 甚至给刚出生的宝宝喝的 都是沙丁鱼泡水 你说他们活着有啥意思 偏偏在这岛上诞生了一个极其热爱发明的小朋友 一年级的时候 他就发明了生平第一样奇物 可以解决小朋友们鞋带老开的问题 叫神奇喷雾鞋 你看他往两只脚上一喷 一双脚就被奇怪的物质包裹了 唯一的问题是 这种物质硬度韧性都是一等一的 它是脱不下来的 从此 这双鞋就牢牢贴在小朋友脚上 不论他用牙齿咬 用螺丝钉 用大剪刀剪 用重物砸 都再也弄不下来 一辈子没法泡脚了 小朋友很难过 但妈妈来安慰他 给他带来一件科学家的外套 鼓励他再接再厉 在妈妈的温柔教育下 男孩继续搞发明 八岁 他发明了远程遥控电视机 按下遥控器 电视机会主动走向人类 让人帮他打开电源 十六岁 他发明了秃头生发剂 一次往秃头上滴一滴 就一滴啊 千万不能多 十八岁 他发明了猴子心理翻译器 十九岁 他还涉猎生物实验 发明了新型生物 老鼠鸟 这些的发明不能说是没用 但就是搞得整个小岛名不聊生 大家都很不爽他 连小朋友都嘲笑他 但男主仍然想要为小岛造福 二十五岁的时候 他突发奇想 要发明一台美食机器 能够把水变成食物 从而解决小岛的沙丁鱼问题 第一步 敲代码 第二步 做核聚变实验 第三步 给机器画笑脸 第四步 加水 男主设定好汉堡包的程序 在机器底部伸手等待 我了个去 一个汉堡的雏形竟真的显现了 很可惜 汉堡没变出来 这是因为实验室电力不够 下一步 男主溜到了小岛上的发电厂 用整个小岛的电流 给他的美食机器供电 当他插上电流 机器瞬间暴走 变成火箭飞上了万米高空 美食机器就这么私奔到月球了 男主好难过 一个人听着海哭的声音 可就在这时 什么东西掉进了那边垃圾桶 男主走近一看 竟是一片知识 什么意思 男主往天上一看 突然啊了起来 与此同时 小岛上所有人都往天上看了 都啊了起来 因为一团五彩祥云正朝小岛飘来 从云朵之中 无数雨滴从天而降 不 那不是雨滴 那是汉堡包 原来男主做的美食机器 不光需要大量电流 还需要超多水分 当美食机器来到天空 汲取了海洋蒸发的水蒸气 就成功下起了汉堡包雨 小岛上的岛民 第一次看见匪夷所思的现象 大家都以为自己容身了天堂 到处都是汉堡包 咬了一口 竟真的能吃 肥厚多质的肉质 香酥柔软的面包 留心滑口的芝士 吃完一个 还想吃一百个 当人们得知 这汉堡包雨就是男主的杰作 大家都对这个 只知道搞发明的精神小伙 刮目相看 这是男主活了二十多年 第一次被认可 甚至他暗恋的气象猿女孩 也看起来很欣赏他 男主决定继续制作美食雨 造福岛民 从此 小岛的苦日子到头了 早上有培根雨和煎蛋雨 局部地区伴有橙汁雨 中午预计受肥鸡气流影响 将有一次鸡腿阵雨 雨后会出现彩虹天气 还有多种彩虹糖 请市民们注意张开嘴 晚间天天全冰雹来袭 深夜预计会有强降雪糕 积雪糕深度约在一米左右 由于降下的食物太多 男主还发明了一个清道夫机器 把没人吃的食物全部收集起来 然后一下丢到远方的山里去 就这样 男主成为了小镇的大英雄 从人人嫌弃 变成了人人追捧 连市长都找他合作 希望他把小镇变成美食圣地 吸引更多游客到来 男主还靠天降美食 做了一个果冻城堡 赢得了女主的芳心 当真是抓住了人的胃 就抓住了人的心呀 可唯独一个人 对男主的成功冷眼旁观 就是男主的亲爹 他是一个极其传统的劳动人 他不信天上会掉馅饼 认为无限制的食物会引起灾难 建议男主把美食机器关掉 男主却不高兴了 他觉得老爸是故意找理由批评他 就是永远觉得他不够好 父子俩不欢而散 可就在男主回家路上 一条巨大的热狗从天而降 把男主吓了一跳 他这才发现 不知不觉间 天降的美食已经变大数倍 男主将热狗带回去检查 发现食物分子变得不稳定 这说明美食机器的辐射过多 导致分子变异过度 男主把严峻的情况告诉了市长 希望关掉美食机器 市长却好高兴 热狗变大了 不是更好吗 呃等会 您是市长呢 还是吃了市长的大怪兽呢 不论男主怎样说危险 市长都不信不屑 还一口把一个巨大的热狗 吞进了肚子里 这看起来比做胃镜还难受 吞完热狗 市长就吓男主 如果你关掉机器 以后就没人喜欢你了 男主心想 还是再等一天吧 明天就是小岛美食节了 他非但没有关掉美食机器 还下了新的指令 让他做更多更多美食 第二天 美食节开幕 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这里 对创造了这种神迹的男主顶礼膜拜 让他的虚荣心膨胀到了极致 而就在这时 危险来了 小岛刮起大风 风是胡椒味的 天空一下变成了橙黄色 一张东西贴在男主脸上 竟是一片牛制的叶子 这么大 再看远处 天空开始落下龙卷风 哦不 那是意大利面卷风 美食风暴来了 男主从回家去解决问题 谁知市长已经在这里了 他已经完全暴露本性 不允许男主关掉美食机器 还毁掉了信号塔 男主没法关掉机器了 看天上 一个比足球场还大的西瓜落下来 瞬间砸爆了工厂 有一间小学还被一块煎饼鸭扁 人们被几十米的甜甜圈追着跑 有人的脑袋已经被通心粉卡住了 不久之后 膨胀到大洲级别的美食风暴云 将笼罩整个北半球 云朵身向美国 巨大的面包圈开始砸毁时代广场 路边要求给热狗加芥末的傲慢白人 被芥末酱淋成了狗 美国总统山的四个总统 分别承受了蛋糕奶油洗脸 云朵身向法国 巴黎铁塔被巨大的面包片覆盖 然后是各种生菜 培根 番茄 巴黎铁塔成了一块三明治 云朵身向英国 伦敦开始下热茶雨 把人们的伞都烫化了 中国这边 一根超大的玉米滚落长城 请流连忘返的游客们赶紧离开景区 而我们的男主 这些的始作俑者 还躲在家里瑟瑟发抖 就在这时 他老爸冒出来给他打气 虽然之前两人吵过架 但当爸爸的 就是要在安全时警告你要谨慎 在危险时提醒你要勇敢 于是男主重振精神 他改良了食物清道呼吸器 把他变成一辆飞车 来到小岛镇上 喊来了三个同伴跟他一起行动 驾驶飞车直直冲上了天 穿过浓厚的云层 他们终于看见了美食机器 他已经被一大团肉泥包裹 形成了一个怪异的星球 上方是他吸进的寒水云 下方是他排出的美食 男主驱车飞进 一张披萨突然飞出来 分离为尖利的九片兵器 朝着他们几次过去 他们只能在美食星球上 惊险穿梭 穿过什么大香蕉 大玉米 大甜甜圈 一番惊心动魄 终于来到了美食星球顶部 三人从飞车上跳下去 顺着水深气的漩涡 进入了美食星球 这里头也到处都是美食 不久 他们来到了一条金黄的河 男主踩上一个鸡块 当场被烫着跳起了舞 这才知道 下面的河是热油 一旦掉下去 就成杂人类了 他们只能小心翼翼的 在鸡块和薯条上移动 穿过热油盒 刚以为安全 谁知一抬头 洞顶爬满了无数烧鸡 从没想过 烧鸡居然能如此恐怖 很快 男主三人被烧鸡围住了 接着 一只烧鸡把裸鸡吞了 就在男女主极度恐慌时 进入烧鸡的裸鸡 居然成功控制了那只烧鸡 从此 他就不再是人了 而是烧鸡侠 你看他 穿着烧鸡铠甲 灵活弹嫩 激功无敌 很快把男女主救出包围圈 他们继续往前 来到一个更深的洞 洞壁上插满了花生薄片糖 偏偏女主对花生过敏 男主决定独自下去 他用干草糖把自己捆好 由女主一点点垂下 地面突然震动 女主划了一下 被花生糖扎伤 过敏让他的手臂迅速肿起 两个脸蛋也鼓了起来 男主让女主赶紧回车上打针 自己一狠心 一口咬断绳子 摔了下去 一路坠落到底部 男主掉进了一堆果酱里 他终于见到了美食机器的真身 现在他已经严重变异 仿佛什么变态恐怖片里 出来的恶心怪物 男主小心翼翼靠近机器 却还是被他发现 立刻射出玉米导弹 男主东躲西藏 假装一条热狗逃过了一劫 这么警觉的机器 要怎么接近呢 男主灵机一动 用大虾做钩 甘草糖做绳 一把制出 成功勾住上方甜甜圈 男主一下荡出去 把整个机器锁住 但机器太猛了 撑烂绳子 接着疯狂甩动 男主整个人快昏过去了 但他没有脱手 机器停下来 准备用一次最强攻击 男主束手无策了 就在最后时刻 他突然看见自己的鞋子 这是他从一年级 喷到脚上起 就再也脱不下来的鞋子 拥有发明夹着魂的他 原来在一年级 就研发出了 世上最强的物质 男主掏出口袋里的喷雾鞋 把最强物质 喷向美食机器 大开的底门 机器终于受了致命一击 男主松手落下 没多久 机器爆炸 炸掉了整个肉团 当安全的女主 看见这一幕 直到救不回男主了 心痛至极 美食机器一毁 美食风暴云 也被扫荡一空 接下来 整个北半球 都恢复了阳光 当飞车回到小岛 爸爸焦急赶来 却没有看见 儿子从里边走出来 这位硬和父亲 悲痛的说不出话 就在所有人沉浸哀伤之时 天空出现一道黑影 那是一团老鼠鸟 老鼠鸟散开 里头居然是男主 19岁时 他发明了老鼠鸟 如今 老鼠鸟们救下了 他们的主人 看着失而复得的儿子 老爸很激动 想对他说点什么 但说什么都觉得尴尬 女主终于看不下去 拆掉猴子身上的 心理翻译器 给老爸带上 这下 一辈子不善表达的男人 终于自在说出了心声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创意无敌的动画片 把美食拍的花样摆出 但同时 它也有很深的内涵 我们再下一期聊 如果有一天 世界开始天降美食 有时是落下汉堡包 有时是落下鸡腿 牛排 橙汁 热狗 连彩虹都是几千万颗彩虹糖 假设我们来到了这样的世界 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美好吗 天降美食的答案是 不会 这是一部给小朋友看的动画片 但那里藏着非常深刻的哲理 月赢则亏 水满则溢 电影中有很多细节 刻画了天降美食的世界 出现的坏现象 最显而易见的是 胖子多了 从大富翩翩的胖 到连路都走不了的胖 然后就是 小朋友病了 因为他们日夜沉浸在糖果和冰淇淋里 满腹垃圾食品 导致了疾病隐患 接着是 遍地剩饭剩菜 因为食物太多 选择太多 所以不要的东西也太多 人们只好把他们扔到没人居住的山里 垃圾慢慢堆积成山 人们建了一个大坝 却还是阻挡不了食物红 最后是 人们什么都拥有了 却变得越来越懒惰 像男主爸爸这样 始终以钓鱼和出售鱼具为事业的 勤劳市民越来越少 大家都整天在街上游荡 终于酿成了巨大的危机 过多的美食 在这部动画里 也象征着人性膨胀的欲望 对越来越胖的市长来说 美食象征着他的权利欲 对于男主来说 他创造的天降美食 让他从一个受尽歧视的边缘人 到万众瞩目的发明家 美食寄予着他被尊重 被喜欢的需要 这才令他忽视了美食的危险 美食不宜满 他应该基于自我 基于最根本的需求 男主的老爸一直提醒他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本分 不断建议他关掉美食机器 跟老爸去钓鱼 老爸的过时 一直被男主嗤之以鼻 但他不知道 这才是老爸的智慧 真正的美食 从来不是天降而来的 应该来自有温度的双手 因为我们爱吃美食 但更需要感受食物背后的陪伴 照顾绵绵之爱 人的饮食往往传递着内心情感 喜欢吃什么喝什么 喜欢做什么怎么做 都能从口味中透露 就像这杯茶 新婚时 为长辈端上一杯茶 笑意在茶里 拜师时 向师父敬上一杯茶 敬重在茶里 聚会时 给闺蜜倒上一杯茶 相会在茶里 谈判时 请对手喝上一杯茶 和气在茶里 我们年轻人越来越容易设恐了 与其说是不善社交 不如说是不喜欢无味的社交 如何表达自我 不一定要靠滔滔不绝 诶 不妨用一杯茶 热腾腾的 冰凉凉的 浓郁或清淡的 苦涩或甜蜜的 喝茶 一直传递着我们的含蓄情感 也蕴含着我们平和质朴的哲学境界 一杯好茶 胜过千言万语 年轻人的社交之道 敬在茶里 看完视频 朋友们一起喝口茶吧 如果您喜欢本集视频 请点赞和关注哦 谢谢 谢谢